不過我之前是同一類人 我想看她,因為她像我 英俊 這份主要是我今次要說的內容 總共是61頁 我不是一個很口才型的人 所以千萬不要誤會 我要想好 因為我不是走上去就行 但不是這個表演 糟了,準備錯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她站在這裡 這個表演是由這位先生做的 我搶了一會兒的時間 就是我做這套衣服的裁縫 主要我設計這張 有很深的意義 我暫時未想到 對,希望美國的戰爭 盡快結束了,我應該是能到的 各位 如果你叫Helen 你可否怎樣送她過來 告訴我你是哪位Helen 讓我謝謝你 Helen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位 你去買賓就知道 如果梁錦松來看 你轉港撒達舞 或者稱讚福明霞,好嗎 希望可以看黃族人的表演 令我開心一點 我也是這樣說 我一向對她的粉絲很多年了 你已經知道了 呀,梓華,祝你成功 梓華,沒有炭蓉 加油,好棒 好棒 好棒,梓華 又英俊 又聰明 又能幹 好棒 沒有買票的 所以會說好話 好棒 黃族華動作笑舞炭蓉 現在正式開始 是否真的聽到 你真的聽到嗎 那我整晚都是這樣 整晚都是這樣 大家都很安全 我可以今晚也是這樣嗎 我不行,好… 我脫… 好…我知道 真是很明確 各位,現在真的很嚴重 很嚴重 所以我現在開車 你經過淘大法院 我開快一點 大家經過 阿威爾斯醫院 又開快一點 馬吉利醫院 又開快一點 基本上現在全香港的人 開車開快很多 阿Sir追你也不知道 阿Sir 不是啊 開了白癡,沒有白白 擔心,擔心 擔心 大家知不知道 人流感真的要快一點 好回來 真的要馬上好回來 我覺得 因為如果大家 阿俊 立即解決這個問題 我每天看電視 還要看那些衛生師說話 很拿命 甚麼衛生師 叫大家要報 大家… 喂,你… 你是在說 有些非典型肺炎 你不用裝有染了非典型肺炎 發生了病了,也不會這樣說 好啦,我今天一進來 已經有這… 嘃,口罩派出 接下來又有另外一件 派出 跟大家衝起一下 這是好東西的 沒有… 口罩更好 是这样的 是拍个音乐而已 好 各位 今天我们又会拍个 Samsung Nami Call的电话 送给大家 但是当然了 我们知道 送一个出来就有几千人 我没份 那有什么兴趣啊 这一场操 还有什么好看的 就会没人的 所以首先问大家很民主的 大家认不认为应该有这样的抽象 你们是说的 基本上很难说不通话 整晚都笑了 就是这样的 好 你认为应该抽象拍一手 那别怪我了 好 抽象了 怎么抽呢 很简单 你看你厚底 有一只蚊 好 有一只蚊 你拿出来搓一搓 不是你自己的蚊 好吗 有很多晚上有人脱了自己的蚊 好 在那里 在那里 这位朋友 等等 不是这样就给了你的 你首先要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你贵姓 你贵姓 你 行了 即是答不了 把你的蚊子买给你 请问你吧 麻烦 你是答不了的 你说你 你是姓什么 田中左目龙 我也相信 我们中文人很像 你写得出这些字了 怎么样 你归声 你叫什么 扎 什么 扎 扎 姓扎 恭喜你 你答中了 这个电话就属于你的了 好的 大家真的很赏心 抽象完之后 我们的表演正式开始了 我回来的程序 其实做这个表演是很可忍的 因为基本上 大家知道 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说的 这个表演 我的整个表演是没有什么好东西说的 因为的确我觉得过去几年 香港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发生过 这几年香港唯一发生了一件好事 就是这几年你开始见到有的士佬 肯说多谢 的士佬会跟你说多谢 很吓 你以为自己在发疑 的士佬说多谢 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石坚认错 石坚几时会认错 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 死到临头 就两个我知错了 现在你搭的士的士路会多 你会很感动 你会很感动 对不对 不单止是这样 是因为那时候只是短途车 短途车 来的 这么爱都没有跳过 但是你知道的士佬 多争人搭短途车 大家知道吗 我几年前我搭的士 有的士佬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香港政府 为什么要把香港地 划分为十几区 就是说给这些 搭的士的人听 你下车那一区 就是你上车那一区 你是不用搭的士的 你要由黄大仙 去黄大仙 你搭什么东西的士 你不就在黄大仙 现在街头 去到街尾 拖鞋 拖鞋 还会找回钱给你 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用问的士佬 找钱是一个 挺复杂的心理战 你明明已经下车 他完全没意思找给你 你在想究竟他是不想找给我 还是他觉得银马太小 那不是找给我 好像侮辱我那样 那如果我问他拿 不就好像很小气 没理由不问他 一成几块鸡 所以以前我搭的士 很多时候是走很多路 明明已经到了 但我没有散指 那继续走 走到齐头 你又不用找给我 我又不用问你拿 我最多走回头 几块鸡 走半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以前我都很厉害搭的士 因为随时我走过程 比乘搭车的程 现在 会找回钱给你 几毫子都会找回给你 你会忍不住跟他说 算了 几毫子你自己保住 留来供楼 看你的样子都知道你负资产 大家搞清楚 等楼是别人的 是叫负资产 很斯文的 等楼是自己的 就叫负家产 OK 你等负资产怎样 不要提 负家产 问题是各位 现在由98年开始 我们和这个负家产 在这麽生活 相处了五六年 那你接着开始 真的对他 坏了一种感情 他真是成为了你的家 那各位 你现在就明白 什麽叫做真正的 驼须家 我们负家产的家 就是全世界 最眼冤的驼须家 你现在才明白 原来所谓 什麽破碎家庭 是多麽幸福 一个破碎家庭 通常说一个烂倒的老爸 一个吸毒的弟弟 一两个驼须家 我这些负家产 一家都是驼须家 到厨房又是驼须家 到厕所又是驼须家 我觉得最驼须家 就是我叫做 扔丢鬼命的窗台 所以是呀 我是黑鹿那几个窗台 我不买窗帘 就浪费它 驼须家 我打麻将 我打输麻将 我打输麻将 回来 我就扔地下了 驼须家 楼下叫我不要扔 我跟他说 我的家事 关你什麽事 是啊 是呀 我现在是撕着牆角 你看着我撕着它 你报警 各位富家产 就是制造了一大堆 我们这些猴须家 但大家不要搞错 向底那 最討厭的 都不是 那个驼须家 我们最討厭的 是人家有个幸福的家 现在怎麽呢 还有那麽多人有钱 买楼的 这些你忍住 你最生命的几年了 买到都是新楼 我还要 你看一下 现在那些新楼的章程 哇 一间有几十万呎的 源林草地 被这些小朋友 在上面奔跑 以前我买楼的时候 全香港加起来 听起来 都是只有几十万呎的地 还有 只要你是草地 就是不准践踏的 你是不是想在草地上玩 你知不知道草上飞 你看现在那些楼的章程 那些真是无敌海景 我看过一个章程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章程 印住 OK 那栋楼 见到海 是在那里见到有海豚的 那条海豚还跳上水 给你拍照 那栋楼明明不是对着海洋公园的 你在哪里呢 我在香港的海 我连玩鱼也没见过 还有一个真的无敌海景 大家在楼书 那个海景是可以见到南驱的 各位 不是香港的南驱 是法国的南驱 你这些拍首长的人 你真的先儲齊吧 每場表我會說的 不是不要亂拍 你拍手掌看一看周圍 有人拍 沒有人拍 沒有拍 好 好 好難控制 你明白嗎 我們有精神病者 會突然為何拍 這麼一個 明白嗎 香港 可以看到法國男的那樓 還不是很高的 大家明白嗎 香港的地產商是證實了 香港 不單於香港 全世界各位 地球原來是真的停的 你8樓見到法國南區 你住12樓見到南極 香港的地產一定復甦 各位 一定復甦 是吧 稍後你真的有個真正的無敵海景 介紹給你 你走出的騎樓 你會看到太陽圍住地球處 新年放煙發 九大行星逐顆爆給你看 喂 今時今日都不是腳踏實地 我都不明白這些人 今時今日是甚麼田地的香港 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破產 再做有沒有人破產的 拍手 都買得起二百元票 有幾位 這裡有個買貴妃的 破產 你知不知道破了產 是不准買貴妃的 但是 喂 破產也有幾位 好了我問一下 再做你認識人破產的 你拍拍手 你看到吧 現在破產的人就是七十一一樣 當然有一隻在坐 OK 如果你現在坐巴士說 破產的上線 你沒位置坐 OK 但大家知不知道 以前你要認識一個破產的人 是多麼難 你以前要認識一個破產的人 即是說你要認識一個間諜一樣 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被你認識到 你都不知道他是間諜 是不是 他告訴我他是間諜 噢 那個間諜告訴你他是間諜 真的是不是這樣 My name is Steve 間諜 我告訴你 我知道拉登躲在哪 你 就在漁畫國貨邪的對面 嘶嘶嘶 我見你給我搭桌 我才告訴你 黑餃 暗號來的 其實我叫燒賣 不是 現在認識破產的 就不太複雜 很簡單 你看看剛才大家 以前被你認識到 你都不會提到 除非你想唱說句 剛才大家 我認識四個 我認識四個 因為現在破產是好東西 大家知道嗎 以前說18年後有一條好漢 現在因為有破產 破產四年後有一條好漢 破產加速輪迴 多好啊 做生意很重要啊 新年流流 年輝春 破如輪轉 為什麼今時今日破產 這麼受人尊重 各位 因為經濟破產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 人格不要破產 你這句話是誰說的 B哥說的 大家明白嗎 B哥這句話後面 是對社會幾大的控訴 以前我們一般是相信 人格破產很厲害 因為你人格不破產 你經濟多數要破產 不是 以前沒得分 人格破產 經濟破產 基本上你一破產 你卻即是 恆家產 那怎樣 噢 恆家產不要緊 最緊要人格沒有破產 就是我是一個充滿人格 有情有義的 凡家產 以前準確一點 破產就是 性病 你可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身體有性病 但我性格沒有性病 不是 就是 這位小姐 你給這位小姐 真的 不是 我是 我是有性病 但我不色情 你給我一次機會 你有沒有藥水交付 各位你明不明白 B哥就是在說 今時今年的香港 就是摺墮到這個地步 我們可以說 我有性病 但我不色情 好可憐 我色情 我有性病 我該死 但我不是 不是 我只不過是那天 走過波蘭街 忽然間有一條人 淋回 然後 我就痕了 有沒有這麼巧 不是巧 講一個社會 有很多很多人 有性病 那你感染到 可能就是你老婆 或者你老爸 或者是你只不過 喝一杯鴛鴦 就傳染回來 鴛鴦 咖啡卜奶茶 這樣就糟糕了 我有性病 但我不色情 很無辜 各位 OK 我經濟破產 人格沒有破產 很可憐 但又不是每一個破產的人都很可憐 有些年輕人 十八歲 剛剛 十八歲 沒多久 申請一張卡 滾爆他 破產 十八歲 破產 你說他怕不怕 他十八歲 原本就是無產 又無產 又無產 變成破產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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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不搭的士 在這裡 吃 circumstances rather gun 便便宜 朋友請便好 好 我們這細切就是沒用 大人 是大的錢 想當年,即是去年 十幾二十張卡 又低息還短期又長 各位,我們是不用羨慕這些年輕人 大家想想一般打工仔有什麼夢想 我們的夢想就是不用Do 那今時今日香港還不是夢想成真? 哎呀,你今天還要Do 不要緊,你多堅持一會 你明天就不用Do 我恭喜你,你堅持是有用的 你老婆也不用Do 各位,還有一段時間都不用Do 因為根據香港一位大官說 他說 他覺得在他有心之年 香港的失業率都不會下降 趙介入不是很難解決的 是嗎? 做下他 縮短他有心之年 各位,現在失業真的很嚴重 失業,以前就簡單了 一旦失業,那不就東家不打打西家 是嗎? 即是這裡沒得做,去別處做 那別處都沒得做 那不就東家不打打東家 即是東家你又不請我 我去別處又找不到工作 我就回來打東家你 現在各位,連東家不打打東家都沒有 因為你以前失業是被老闆炒 是嗎? 你現在失業是你老闆被人炒 你打誰? 為何老闆都會被人炒 因為你的行業被人炒 你不知道怎樣跟媽媽解釋 媽媽不關我事 我表現多好 但我的行業被人炒 你的行業被人炒了? 你的行業是否得罪人 哎呀,早上要跟人說骨魔靈 你的行業 媽媽不是 我們現在是叫做結構性失業 大家知不知道甚麼叫結構性失業 有一天 你的男友會跟你說 分手吧 你會說 這次有甚麼事 你也很熟悉,笑吧 大聲一點 三天就要說一次 這次有甚麼事 你男友就會甘證你了 有些不同 這次 上一次 下一次 那些一般的離離合合 即每三天說一次那些 那些是叫做周期性分手 我們這次是結構性分手 由於這次分手是結構性的 我願願一次過給多些工費給你 如果你肯參與這個自願性分手計劃 我可以再加多3% OK,不同 這次無法再在一起 除非 你能夠作出結構性的轉型 你明白嗎? 龍胸嗎? 龍胸的影響也算是結構性的轉型 所以大家明白嗎? 當一個社會出現了一件事叫做 結構性失業 即是告訴你 你的社會的本質 基本上就是 寡情復恨,借完送 你明白嗎? 但是很多人 不太明白 所以我一向都說 你一個人一定要讀多些書 你明白嗎? 你一定要讀多些書 你才能夠真正明白 為何你是沒有工作 小真笑的,你都是大學生 你有段時間沒有工作 現在是很嚴重 還有一些人長期失業到一個地步 很久找不到工作 他就考慮自殺 沒有了信心 我認為這些朋友 如果你真的要想到走這一步 你真的要問問一下自己 你願不願意作出結構性的轉型 女士我已經說了 你要龍胸 我不是開玩笑 你龍胸真的幫到你找工作 我不請人的,OK? 但是你說我聽你龍了胸 我也想見一下你 所以麻煩你再填那些履歷 哪些學校讀書 有多少年工作經驗 那些不要緊的 三個字 龍了胸 我包你有面子 OK 你想一下經理 龍了胸 叫他進來叫他進來 小姐你又說龍了胸 但好像不太確 不是,經理 我們哈佛畢業 是不可以太誇張的 慢慢才介紹你自己 是否先寫下去 龍了胸 OK 哈佛畢業 30年工作經驗 最重要是龍了胸 男士 好了 那我問男士 男士們 你結構哪部分要轉型 沒錯 你何必 講開 我覺得 做藝人做到何手信 算是這樣的 我們最緊張的部分 改了你的名字 為甚麼尊敬你 我都期望 翌日 過幾年 爸爸教兒子踢球 人家射死球 最緊張是想著的 梓華 你不是被人拘捕 拘捕了梓華 你聽到 這樣就叫我 但今時今晚 對不起 暫時都是何必領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見工 你能夠和何必轉型 你一定找到工 我直接一點 如果你找工 你肯和何必脫離關係 你找不到工 我不相信 我覺得你都想到要死 這一步 為甚麼你不試一下 真的 翔三 翔三 我對你這份工 是真的 很有誠意的 翔三 你搶一團 我有一天遲到 你拿去煲湯 我 臨印最重選張 沒事了 在那裡開工 你有這種決心 我不相信你找不到工 是吧 喂 第二個國家 我不知道 我們中國人 素來有這種傳統 每一個朝代 大量人失業的時候 結構性轉型 做太監 有很多後來做了CEO 對吧 而實際上 你想想一下 太監這個是 令人成熟得最快的行業 一殺奶之前 你還是一個年輕 一殺奶之後 你就是公公 所以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not the question 這個不是問題 各位 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何必 or not to be 自殺的人 情願沒有了生命 都不情願沒有了何必 你沒有了生命 你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了何必 你只是沒有了一點 自殺的人 就是情願什麼都沒有了 都不情願沒有了一點 就是這些人 輸一點是不行的 一輸一點 情願輸了 你有沒有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打麻將上訴 輸了一點 怎麼搞的 輸成六塊水 這條上訴 再打二十四圈 終於打了一百零八圈 我告訴你 在在有朋友 你試過打麻將上訴三次 你有極極強烈的自殺傾向 你們是不輸得少少的 輸了少少情願沒有了 對啦 以後不要打 以後不要打 全交 全交 我沒有錢給的 我只得到我面上的 你要不要 小心 各位 生命就是什麼 生命就是一個 我覺得 吃自助餐的過程 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選擇 是不是 自殺的人就是那些 吃了兩口 買單 買單 先生不是 我們很多東西吃的 這兩口不適合 吃其他東西 買單 不是 先生 吃自助餐最大好處 合不合 情緒好些 你再吃過 買單 我剛才吃了兩口 是吃了糞 我是不是睡醒 吃其他糞 大家明不明白 我經常覺得大家看輕了 那些自殺的人很多時候 生命對他來說 嚴重性是什麼 他認為生命是一個 吃糞的過程 你想想 一日三餐 剛剛熬完早餐 剛剛浪完口 燒完毒 午餐進來 然後還要晚餐 還有很多朋友 請你吃宵夜 扁頂 所以麻煩 那些政府宣傳片 不要再跟朋友說 生命沒有Take Two 他們就是不想生命 有Take Two 是不是 有Take Two 又要回來再吃糞 那我不死了 你真的要炭便宜 是不是 各位 因為你要幫一些想自殺的人 你就是要告訴他們 生命是有Take Two 還有Take Three Take Four 無限Take OK 你想逃避食屎 你走去自殺 你就會輪迴回來 在深水埗的公寺出生 頭三年都沒有人理你 你自己找東西吃 我真的相信有輪迴 各位 再再有何人相信有輪迴 拍拍手 是啊 很多人 這些都是輪迴回來的 明白嗎 之前有人告訴你 我是相信有輪迴 我還知道輪迴的方程式是甚麼 各位 輪迴的方程式就是 如果你自殺 你就會輪迴回來 做你仇人的子女 是啊 你自殺 你輪迴回來 就要叫你的仇人 叫Daddy 媽媽 OK 我是有證據的 我有很多朋友 很疼子女 但很多時候那些兒女 會因為一些很小的問題 就跟她說 我討厭你 為甚麼 就是因為你上一輩 你明白嗎 小明 你做快點功課 不想看電視 我討厭你 真的因為看電視這麼簡單 不是 就是因為 不要說小孩 我來討厭大人 各位 在座那麼多大人 你有誰可以疼你的爸爸 你對上一次的事 疼你爸爸 你可不可以 爸爸我先睡 不行 放大壽那天你也不行 為甚麼 為甚麼大部分人都覺得父母是應該對她好 是險她們的 因為大部分人的心靈 的心處都知道 牛羹田 麻食谷 仇人賺錢 我向分 各位生命是有pick to的 所以如果你因為負資產 你走去自殺 你輪回回來 第一個就會見到董建華 對著你 Uncle Uncle Yeah 董太太還能穿衣 誰說董太太能穿衣 我不相信 如果這樣 那你還要堅持自殺 我只有一個要求 你可不可以不要消炭 我經常覺得消炭的人 是甚麼心態呢 我想死 但我想不覺不覺 最好就是我是阿蒜燒雞翼 但是他忘記了大雞翼 我跟著大家 有一個年輕人 他去消炭 決定了消炭 於是 他買了半瓣啤酒 租了一頂鹹帶 到他度假房間 開了一間房間 很放鬆 究竟你是在拍消炭廣告 還是啤酒廣告 Yeah 我燒炭 我喝藍妹 啤酒廣告 我們可否認真一點 你都要死亡 不行 因為基本上 沒有一種自殺的方法 要認真的 任何自殺方法 都不用怎麼籌備 過程很短 你跳樓又好 小朋友 你有沒有見過人跳樓 跳得比一天長 嘩嘩嘩嘩嘩嘩 他後悔 後悔 嘩嘩嘩嘩嘩嘩 一後悔 後悔 一後悔 你能夠跳頸跳一個禮拜 沒有你可以死 星期六的人人出街 不行 這麼久 這麼久 有張杰倫飛 下個禮拜 三四 不行 過程很短 因為你總要是沒有得後悔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為何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是這麼痴婚 因為大家都怕後悔 我有個朋友 籌備婚籌籌了十年 她女朋友每天都問她 結婚了嗎 結婚了嗎 搞緊了 搞了十年 終於結婚 第二天就後悔 喂 搞得後悔你都搞了十年 這件事沒得後悔的 你是不是起碼都排一下帖 放回三五七圍 向親戚朋友交代一下 不就是第一天 三二圍問你多不好意思 啊 阿芷華死了 甚麼沒有人問 我知道 還有 你可以甚麼都不做 各位 你可以甚麼都不做 你都寫封懷書吧 是嗎 你知道嗎 有個年輕人 他因為不見了那些武器 你知道嗎 他網上有些武器 他連結了幾把彎刀就不知甚麼 噴一聲跳下去 我又想 你寫封懷書告訴我 你不結了甚麼武器才可以的 不是我怎麼幫你報仇啊 然後有些想寫封懷書 寫的 只有幾個字 叫懷書 幾個字 不要緊 你不要寫白字 大哥 最後那幾個媽媽 我懷孕你不住 懷孕你不住 你昨晚批酒未完 各位 我覺得這個世界 唯一有資格 真的可以自殺的 只有三種人 第一 就是希德拉那種 你自己不想死 但起碼有一個民族想你死 好嗎 起碼有一個民族的人 見到臉 說死一罷了嗎 喂 早安 他死了嗎 就等於你現在 侯蔡壹 整個美國想他死 布殊 整個阿拉伯國家想他死 如果這兩個人肯自殺 我想收法庚 收到十月 真的 這些是有資格死的 第二種 我覺得又是非常有資格 自殺的人 就是屈原那種 即是你自殺 然後大家有公眾假期 在座有沒有人有這個資格 給你一對手 你看 我真是幫你 我送你一程 第三種 真的有資格死我 我覺得就是 除非你真是極度極度超不幸 OK 好像美國有兩姊妹 美國有兩姊妹 四十多歲 她是媽生的 那一個呢 就想做歌星 一個就想做家庭主婦 她唯一的問題 她們媽生得來 是真的很媽下的 媽到呢 即是 頭和生的另外一個姊妹出來 OK 那一個頭就看著前面 這個姊妹一個頭就看著後面 那真的很適合做歌星 你在洪館開四年台 是不用轉身的 還不是真正的村子 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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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嬌跟大家說幾句話 各位 各位大家交錯了 阿嬌就喜歡唱歌 我就不喜歡唱歌 我是想做家庭主婦的 我在想 阿嬌 阿嬌 如果你想做家庭主婦 那如果我儲你 那 阿嬌 那阿嬌即是妾事 還是丫鬟 他一定跟過來的 我解釋他算是一種什麼的贈品 然後阿嬌又會跟大家解釋 我的十本年功 叫做害怕孤獨 OK 阿嬌你沒理由害怕孤獨 你這成人沒孤獨過 你真的應該唱好心分手 好心你一早放開我 我就整天圍著我這麼多 哎呀 你這個你這個說什麼 流動抖地電話 我這個流動陀水卡 你整死陀水我陀水你 這個陀水你陀水你 事實就不是這樣 事實是這對姊妹 她們說阿嬌和阿薩 她們是一個快樂而充實的生活 阿嬌做特別朋友 其實連體不算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個世界最奇妙的 就是永遠都有一些超不幸 好像這樣的連體人 連體姊妹 她就很努力地生活 但是我們的正常人就很容易頂不住 我們有些成績的話 其實我們的所謂正常人 我們的結構不是很完美 連體人就完美 你沒聽過連體人自殺嗎 從來沒有 為甚麼 唉 有一個人盯著嘛 永遠 你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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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下 你不要亂來 我買個紅芝麻菲 我要去 我是沒有買你的菲 OK 你自己想清楚 你做甚麼 我們也要找些人連體才可以 各位 喝口水 所以你又明白為甚麼 那些情侶要死一一分手 因為不能連體嘛 那她有沒有跟連體呢 現在沒有了 就死了 連體對你有幫助 OK 在座有沒有在中大讀書的同學 有幾位 有幾位 不停地拍 知道了 因為很高級的 不停地拍 我是呀 我真是不拍 你再不看 我學時的年紀 一直拍到落尾 你們中大聰明 今年 不是今年 是去年 大家都知道 搞得形身形 是否有很多書院 去年 大家為了搞得氣氛 互相攻擊一下 說那些我真是認為幾出位的口紅 裡面包括令你了解到為何中大天氣比較熱 因為她叫新亞桑 你看看一見 有一個叫崇姬的書院 就被人說崇姬任賤 這些小兒科 接下來這兩句 不適合小童觀看 OK 她說 聯合祖媽最盡責 含含含奶絕有方法 含含奶絕有方法 即含含奶絕是甚麼大項目呢 這都引人入勝的 真是 中英素理法 含含奶絕咬 對 我告訴你 我真的覺得 這四句字 各位 是比以前所有的粗口 因為無論你一般粗口 大家都知道 一般粗口 你那句粗口有多長 牽涉對方的家人 你媽媽 你爸爸 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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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來說去 都是一個動詞 我們基本上沒有進步過的 在男人方面 幾千年都是這樣 我一說到那個字 你便很香 是甚麼 你跟我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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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我們沒有進步過 但是 行不出來 四個字 四個動詞 都是集中在口號 啊 我認為唯一頂得住這四個字 行吹奶絕 就只有 粥粉麵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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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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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天真無情的眼神真是震撼了我 我這麼大個人唯一試過喊得這麼開心的 就是小時候在家裡 小學的時候應該是 家裡買了一部錄音機 我家裡沒有人 開了錄音機錄音 大摩有兩邊走 大摩有兩邊走 很開心買了 我會買了很過癮 我心中認為最有意義的東西 都說出來了 就是這樣買了很開心 而最重要的是我現在洗了它 我連續洗了四次 當時我懷疑我生日會見到我這麼做 我嚴重考慮過殺了她的臉 我被人見過 我買了太多 有兩邊走 我還不用做人 還有中學欠修我 現在你去大學 可以幾百人一起戴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多勞、多勞、多勞、多勞 所以我從小到大學上去大學 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面對這個世界 越來越開放 越來越自由 這個世界 究竟有什麼後果呢 我想 我是年輕人 我老公 帶我去看唐山大興 就是李小龍 影響我一生 其實我現在有很多李小龍影子 我自己覺得是怎樣 走一步路 因為有型的 那為什麼 說話 時不時又不夠餐單字 因為忍不住 但是唐山大興 那個震撼力就是來自 一套戲裡面 李小龍是有一場床上戲 當時我問我老公 我老公 為什麼李小龍會拍床上戲 我老公就告訴我 因為他拍完那場床上戲 然後李小龍 就去決鬥了 而他當時還是一個柱男 原來柱男 是沒有資格決鬥的 你想想 又對的 我超多猛龍 你哪位 正公柱男 OK 次兩件將來講 柱男是沒有資格決鬥 因為柱男是沒有資格死的 各位 這是我小時候的訓練 所以我小時候 從來沒有什麼尊嚴的問題 你一看 看什麼 想死嗎 不想 我去住 Sorry Sorry I am a virgin OK 我小時候因為有些信念 我從來更加沒有想過自殺 每一次我覺得不開心 我就提醒自己 你怎麼可以死 嗯 你試過沒有 你都沒試過 你怎麼可以死 那大家 知道現在為什麼這麼多青少年自殺 為什麼 你現在敢不敢跟青少年說 你試過沒有 你試過你就死得 那這兩個星期沒試過 兩個星期沒試過 算不算處男 你現在要勸些青少年不要自殺 你就要跟他說 你試過身粒粒沒有 你試過那四個動詞沒有 你試過四尾沒有 你試過四尾沒有 你沒試過喜相飛 你怎麼可以死 四尾乘雙飛 即是八尾 你 你沒試過 煎炒柱炸粥 你怎麼可以死 你怎麼可以死 呃 沒得事了 因為我都破產了 破產不可以血相飛 朋友請就不同 好 各位 年青人其實是變慢得很快 進步得很快 改變得很快的世界 怎樣適應很難說 年青人的世界不斷變 老年人的世界就是從來沒有變 有一位阿婆 阿婆這個人很慳劫 所以 又知道現在時勢不好 帶二十元到街買菜 那我打算買著一兩個禮拜送 先 然後來到街市的門口 忽然間遇到三個陌生人 三個陌生人就跟他說 哎呀阿婆 你印堂發黑 你兒子三天內會死於非命 於是阿婆就二話不說 趕快走回家 將他一輩子的積蓄 即是二十萬街的枕頭 拿出來給他們祈福 為何老人家是否沒有朋友呢 各位我覺得 即是如果當時阿婆 可以打電話問一問 如果有八嬸 沒有 我就在街買菜 還有三個主婦 要我給她一份身家 好不好 八嬸說不行 我只可以給你一半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兒子 為何沒有八嬸呢各位 你都傻了 我打電話給八嬸 三個八嬸就知道她有幾次身家 年輕懂什麼 防人之心不可無 而各位你知不知最重要 阿婆是真的知道 她的兒子是會死於非命的 她的兒子今年54歲 她由她的兒子出生第三天開始 就擔心她會死於非命 擔心了54年 終於今天在街市門口 有三個師父同時精神 你對阿婆 你對阿 你對阿 你這個兒子真的會死於非命 各位 這三個人不是騙子 是粉絲 是知音人 阿婆的錢不是被人騙了 是拿來開演唱會 我殺了一個兒子 她會死於非命 死於死於非命 我沒有聽 沒有聽嗎 給你二十萬元 給你們 謝謝 每次說這裏 我感覺到有些阿淑 就很興奮 那些女人 很可憐 二十萬元 二十萬元就比了人 叔叔我也想問你一個問題 真的 你一個男人到了某個年紀 就會覺得自己有超能力 你現在過馬路 看到有車來 開始不走 開始就 你當這是甚麼 這是空袋 是嗎 是氣袋 那邊有車來 雙氣袋 今天在座 很多女士 都有些天然的氣袋 我都有雙氣袋 在後面撞我 我不害怕 有幾個女士 有減肥嗎 怕手 有兩個 香港怎可能是一個誠實的世界 有兩個 根據官方的估計 通常認識的人 是一百倍 起碼是 我覺得 這些減肥的朋友 你有沒有試試 現在那些甚麼 女明星 那些減肥方法 即是三個星期減30磅 有哪有試過 沒甚麼人試過 喂 你真的要試試 是真的work 我證實到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問題是你要跟足別人的做法 OK 你找一間有信譽的減肥公司 OK 你去減肥 他給你錢 真是work OK 減一磅 賺一萬 真是work 最近我見到一個更厲害的廣告 寫著某某個 出名的女士賣的廣告 寫著那間減肥公司 OK 三個小時減六吋 三個小時減六吋 不是靠切嗎 只有靠切的而已 哎呀 你變少了小姐 你變多四吋 來 半肥瘦給你 各位女士 不要減肥了 你知不知道 現在減肥 你怎樣減肥 你都不夠瘦了 OK 因為現在減肥的官方標準是甚麼 以下這件事很重要 省回你一輩子 很多錢 很多時間 很多心靈上的煎熬 OK 減肥的官方標準是甚麼 各位女士 你聽著了 減肥的官方標準就是 減肥為之減肥 那你說你要減肥一磅 你很減肥 未夠減肥 減多一十磅 十磅 減了十磅 很瘦 未夠 減多十磅就夠瘦 OK 那你又減肥了 六磅 還要減肥 你只剩下三十磅 OK 減了三次 我現在只剩下九磅 是甚麼 是甚麼 好像想拍攝 是甚麼 各位女士 你知道為了 適應你們這種審美態度 我現在一天到刻 我正在訓練自己 看著電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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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一戒 穿燈 穿燈 戒 很佳招 哇 又是一份佳招 很变态 是不是很变态 是的 因為沒有一個真正的男人 可以喜歡一個這麼瘦的女人 否則這個社會就會沒佳燈 每人納枝花 站自己爽 謝謝 那為什麼現在的女士還要減肥減到這樣呢 就是因為一個現代的女性 已經不再介意你的男人 認爲怎樣才是漂亮 什麼叫做漂亮呢 就是當其他的姊妹 其他女性都認爲我是漂亮 我才真正漂亮 OK 你的男人認爲我很瘦 但我的姊妹認爲我沒夠努力 你的姊妹不是經常找你笨嗎 你明不明白 對不對 對嗎 那是誰來的 你老婆已經變了30磅那天了 對不對 經常被你姊妹弄到 帶你出街多麻煩 這樣就走了 就是要 真的 用我們男人的眼光 譬如我的眼光才算 哇 慘了 今天大部分人都看著臉孔 都看不到 光一點 我看看 這邊先 這邊 快點 哇 肯脫那些當然是好東西 大家看看這位 這位 你在馬佬你脫什麼呢 看一看 我感覺一下 我感覺一下 我感覺到這幾個裡面有個好東西 這位小姐你間不計 我又不接近你 你走出來脫了口罩給大家看看 我間不計 不要太近 看著大家 很安全 你不要用我硬來 我們不要強迫 因為健康的問題 這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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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 給大家看看 我認為已經很得了 你們給大家看看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是嗎 那這位小姐 這位小姐 你認為她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這位小姐 你認為她可以嗎 她蒙著臉也很得了 所以告訴大家 大家看到 當一個女人 當面讚你很得 第一是基於群眾壓力 幾千年前 你問我她行不行 我當然是說行 她真的行不行 作為一件豬扒 對 那反過來 蒙著臉也說行 真的完全分重壓力 對吧 我正在說 我正在說 不是我的想法 是你們自己的想法 我認為你真的行 OK 我認為你真的行 大家明白嗎 女人的审美眼光 是苛刻過我們男人 十歲的 我知道 是因為我有三個妹妹 我跟她們從小一起長大 沒有聽過她們 讚過另一個女人漂亮 每一次我見到一個美女 她們就會加一句 自暴其端 每一次 每一次在街 在公司 在哪裏 我讚某人 自暴其端 我真的看不到 人家有甚麼那麼短 我只是覺得 人家有些事不夠短 根據我幾個姐妹 所有女人 都是自若狂來的 因為你們的女人 只喜歡甚麼 自暴其端 根據我三個妹妹 OK 全香港誰最好笑 不是我 不是周星馳 是佳麗 你知道佳麗嗎 選美的佳麗 每一次選美會 最好笑 甚麼時候是高潮 泳衣環節 笑到躺在這裏 自暴其端 自暴其長 自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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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男人 見到豬扒 我們是覺得很不安樂 但女人見到豬扒 就很快樂 這些是甚麼心態 各位 只有一種女人 是令其他所有女人都不快樂的 就是那些發酵的女人 無論你醜美 你美也好 你一美就不美 這些是甚麼心態 她不是說真的不美 但她不是Chanel 這些是甚麼心態 各位 這些就是家婆的心態 OK 你多漂亮都好 你不要歐浪 你明不明女人的世界 就是一大班家婆 同時她們自己也有一大班家嫂 有空就虐待一下 人自暴其短 自暴其短 待會又被人虐待 丁其自暴 丁其自暴 所以你在女人的世界裏 你這一世都不夠瘦 各位 在我們男人的世界裏 肥肥巴巴 好像那位 不是… 不是… 不要胖 只剩白而已 OK 那就多好 對嗎? 正正常常 那就多好 對嗎? 而真是各位 在我們男人的最好處 對你女士很好處 我們男士認為 如果你是一件豬扒 那你基本上是不用減肥 一件豬扒 減肥 就是一件瘦扒 一件瘦扒 就是比豬扒更不開胃的扒 對嗎? 你買叉燒也不要那些 你買叉燒也不要那些 我不是叫你放棄 如果你真的要做些事 為何你不考慮一下 轉型做羊扒 鬆鬆的 不就是很孝嗎? 羊扒就是孝扒 對嗎? 為大家知道 我真正的為人 是一件刺慰的嗎? 不水? 這些… 不水 你不喜歡聽有些刺慰的東西 我專門說你對你的 各位 我認為一個人 能夠要真正的快樂 就一定要改促他內心的世界 改善他的修養 所以我經常強調看書 大家多看一篇書 好了 現在我們成年人很獎盡 這幾年 全世界最賣得那本書 叫做甚麼名字?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是給小孩子看的 我當晚給成年人看的書 龍舟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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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了你的文化水平 不是,顯示了你的記憶 你喜歡這本書 有一本書叫做 我提 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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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來是想看看哪裏有得換 沒錯,來到麥當勞帶著你的窮爸爸 帶著他出生資格多40元 你就可以換到一個富爸爸了 為什麼你要買富爸爸、窮爸爸呢? 為什麼? 因為你買了這本書回家 你爸爸怎麼罵你? 爸爸,我和你一切的矛盾 不要罵你了 看完這本書的封面 就是富爸爸 富爸爸 為什麼我們母親節這麼多歌曲 贊重母親 父親節一首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不好意思唱出來 我今天代大家送一首歌給父親,好嗎? 我們真正父親節的音樂 我 我有一個窮爸爸 他有富爸爸 富爸爸 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窮爸爸 真的這麼討厭你爸爸 真的這麼討厭你爸爸嗎? 我告訴你,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 十年都沒有一本書可以賣過他了 OK? 除了我現在寫這一本 你有富爸爸 你有富爸爸? 問問問你媽 各位有沒有覺得自己肯定跟爸爸很明顯不像? 但是同處在淺水灣的叔叔 有三分之年 發線向上移的朋友 問問你媽媽 他是不是認識李嘉誠? 你有富爸爸? 問問你媽 原來 原來大部分成年人的夢想 就是她媽媽 騙了她爸爸 媽 你有沒有試過紅杏出場? 沒有 沒有 老爸,你怎麼做事? 你為什麼老婆? 你夫妻是不是弄我? 富爸爸、窮爸爸 是最暢銷的一本書 各位 最暢銷的一個系列 就是叫做 低B學習系列 很多人可能看過了 BOOKS FOR DUMMIES 是吧? DUMMIES DUMMIES 低B OK? 低B學習系列 什麼科目都有 低B學鋼琴 低B學整車 低B學哲學 低B學英文 以前我們有聽歌學英文 不夠好嗎? 哎呀 對我們成年人來說 聽歌學英文太困難了 你要同時學兩樣東西 又要聽歌 又要學英文 如果有低B打電話 就功課就好了 但有都沒用 我只懂得Flex 我很想問他們 不想做功課 怎麼做 不知道有本書寫著 低B學踏行人電梯 我不敢踏行人電梯 我經常想踏那個格 他都會走他的 我瞄準了 他都會走他的 他總之要針對我 我親眼見過一個成年人 各位 成年人 買了一大棟低B學習系列 我心想 如果他買了一些書 回去看完他 他學了那些東西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低B 如果你看完一本書 叫做低B學游泳 你跟著這樣游 你跟著這樣游 我怎麼敢說你學得不對 你真的很低B 大家明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香港 這麼多人做了負資產 就是因為很多人看了一本 低B學投資 爆煲 入市 為什麼這麼多人消炭 很多人看了一本 低B學玩Barbecue 關門 大風 截著窗 為什麼今天香港 會搞成這樣 因為有個人看了一本 低B做特首 就好了 你們很不冷靜 我是說一本書低B 你們冷靜一下 等一下 我有辦法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真是最差的 董特首 我是最諒解他的 OK 因為大部分人 對董先生的批評無非 你又不是那麼厲害 你為什麼要做特首 是吧 因為他老婆要他做的 你想想董太太那句名句就是 誰說香港不行 我不相信 你想想董先生 第一天有人找他做特首 他當然是第一時間 就回去跟董太太商量 董太太第一部分就是 誰說你不行 我不相信 不是呀 拼拼 好多事情 要考慮 你做到七十一這樣 你只懂得compan compan compan 你老婆懂得說這兩句話 你沒有好日子過 你想吃 即是一碗飯不吃 他都可以 我飽了 我不想吃了 你吃不完 我不相信 不是呀 飯很硬 你一天只懂得compan compan 所以董建華是很慘 你還要想想各位 你這輩子沒有想過做特首 因為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 特首這件事 現在有人忽然之間 找你做特首 你一定做不到 你一定死 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除了澳門 那你不一樣 你這麼多特區 那你更有些例外 對吧 你成兩個特區那麼多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不可以去澳門賭錢 你這個小子輸了給別人 你明白嗎 不要去 不要去 你一落選 你能怎樣 怎樣 老闆 你玩什麼 玩21點 還是玩23點 老闆 最緊要 大約多少次來到 85,000 你現在不能玩 你現在知道嗎 總之一句85,000 搞到香港多了85,000個 駝碎膠 OK 不止止不止 應該是不止 但是從來沒有道歉 他唯一 就是試過都有交代 85,000 他整天不知道在看什麼 我試過有稿 又不是有稿 沒有理由 早晨都分開四次說 你怎麼搞 85,000 85,000 已經不存在了 真的是不是當是道了歉的呢 我在想 如果美國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又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華盛頓 康英圖書是不是你斬的 康英圖書 已經不存在了 我是問的是不是你斬的 那把褲子呢 那把褲子呢 你也不存在 對呀 到了鐵了 所以今時今日很多大老闆 可以跟員工說 你份量已經不存在了 很多學生 可以回學 跟阿Sir說阿Sir 那份功課已經不存在了 你老公可以跟老婆說 老婆,你的婚姻已經不存在了 我經常在想 如果有一天阿曾任團走出來 跟大家說 各位 總特首 已經不存在了 謝謝 不是的,那我們應該怎麼反應 究竟你是在說的 原來你真的在道現嗎 還是什麼 蛤? 我都不懂得反應 OK 問題是 我真的以為 經過第一屆 這樣特首是會不存在 你也不好意思 但是他連任 你又不怪得他 他老婆叫他 阿田華,你知道嗎 你做了第一屆 我多有面 我一出來買樓 四折而已 全香港 你做多計兩次 阿董先生 連任的時候 搞了很多又再選舉 怎樣怎樣 我經常覺得 一個特首要連任的位置 其實是不用搞那麼多 因為特首要連任 應該是很簡單的 那你就能夠不帶保鏢 你能夠一個人 走進去一個大型的屋邨 走出來 你原任的 即是董建華 你今時今日 能夠不帶保鏢 單人匹馬 走進去那個浩景灣 那些人叫那個 叫做浩劫灣 你能夠單人匹馬 走進去 撿一條小命 走出來 我支持你終身做特首 我以後交信 直接放入你信箱 那便連任 但你想想 連任是明智的 董先生 如果他不連任 他做回普通人 全香港都是大型屋邨 一走到街口 不是了 老婆 回頭 回頭 連任是明智的 董先生 現在 問題是現在問責制 各位 現在是問責制 大家一定要 撇盡全力 為香港 要不然 要連任 我經常覺得 董建華狗問責制 即是甚麼 即是Michael Jackson 開始用語 極其量就是這樣 弄回你 對不起 不過不要緊 我的鼻子也不存在 問責制之下 很多位問責高官 有很出色的表現 真是你說要說說一晚都說不完 我只能夠 套用劉德華那句說話 各位問責高官 今時今日 那些服務態度 是不夠的 你最不明白就是 大哥 這是政府的宣傳片 你不用給我那些市民看 你自己外部傳閱 就可以了 我告訴各位問責高官 你們小心點做 不是心靈沒有擊突的 但是雖然是這樣 大家不要搞到 我是很冷靜的 我認為大家應該放過阿松 OK 阿松很可憐 今時今日 你想想 他回到家 外面被老狗 回到家 一個新老婆 新的女兒 新的車 有哪個好腳頭呢 我希望阿松真的能夠頂得住 不要怪家人 你看很難怪的 我們中國人 很久以後真的 唉 唉 這麼多東西你生小孩你不買 你為什麼不說買化妝品 化妝品沒有加稅 你買飛機 買大炮 買樓也好 你是要買用家座術去買車 你要買一部靈智 現在我被人叫做靈智 我被人叫做靈智 我們一家三口都是靈智 我們變成三靈 買一部靈智變成三靈 很慘 所以我真的 大家冷靜一點 因為我個人 我是真的不相信 梁錦松是有偷步的 沒那麼聰明的 為大家出值得這樣的場合 我知道大家都很聰明 這些偷步的事情是我們做的 就是這樣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一個懂得偷步的人 你就不會考慮到偷步的後果 所以你懂得偷步 你是不會偷步 你就是不懂得偷步 你就是偷了一步 沒有 所以梁錦松現在是甚麼呢 是某程度一個 一個很厲害的就是 他經濟沒有破產 但人格也沒有破產 我認為 他是IQ破產 我們是不應該欺負一些智慧低的 OK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放過梁錦松一馬 問題是有一傢伙 我就不能放過 OK 我很想問問 董珊你可否解釋 是誰設計這張東西出來的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文字 我去了印尼 我明明沒有乘飛機 都去印尼 我第一次拿起這張東西 是我買報紙的人找給我 我一拿起我 我說我不要啊 你把文字髒了 我說不是啊 黃先生不是髒了 那些圖案 這些不是叫圖案 這些叫髒了 我現在終於明白甚麼 為甚麼用錢叫洗錢 這些錢不用怎麼用啊 洗完都那麼髒 我不用啊 我給你用 我給你洗 你給我一把紙巾 我是不是就是透過這樣 逼我去洗錢 推動經濟 我不用給你洗 你不用給他洗 他不用說 哦 消費力大針 當我們以前有金流 有紅衣 有青蟹 這張叫做花蟹 如果這張叫做花蟹 這張肯定是毒瓜 那張花蟹 我上網查過的 這些叫甚麼顏色 這些就是傳說之中 五毒之罪 托頂紅的顏色 你這張筆 你這張筆一定不會貶值 因為它毒瓜了 但我最不明白就是 董先生 為甚麼你還要用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知道才行 你當然知道 因為 因為你沒有引到自己的樣子上去 你當我傻嗎 你當我傻嗎 有鶴頂紅啊 唉 唉 不過我不想各位誤會 我真的不想各位誤會 我認為好像講到工業 一無是處那樣 朱總理 對不起 今時今日 朱鎔基 就說 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怪光 董先生 我的意見是剛剛相反 我認為 董先生今時今日對香港最大的作用 就是我們可以把甚麼都怪光 就是他 關不關他事 都是董燕華 大家明不明白 一個人最痛苦是甚麼 你知道自己有很多問題 但你又不知道是甚麼問題 你真是很知道了 你又說得出 你都解決不到那種很無狀 不知道怎樣解決的情緒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能夠說一句 除非就是董燕華 然後又過了第一天 我再強調這個 是一個八年難得一見的機遇 各位 香港從來沒試過這麼大的怨氣 但香港從來也沒出過一個人 是這麼適合要出氣袋的 所以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真的 你試一下 你在家裡找東西找不到 你不妨 咦 董建華是否靜光我 你會找得回 你逛街撞到人 董建華教你行路嗎 不是 我以為你是董建華 做個朋友 好 劉駕鑫啊 記住 從今天開始 失業啊 董建華啊 失戀啊 董建華啊 失憶啊 誰啊 董建華 董建華 你對他不會失憶的 你無論如何都記得他 你實在說 我現在怕甚麼呢 我怕過了這幾年 董先生終於要卸任了 那董建華不在的時候 我們那些問題怎麼辦 那就是因為董先生 未做之前 我們都有很多問題的 我今時今來 我經常最怕的 我就是聽到些人說 哇 香港以前 多好 多好 講到香港以前是天堂 今天在香港很多問題 我覺得 但是解決的方法 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有一份工作 你有一份工作 你還有甚麼問題 你唯一的問題 就是不要讓人知道 你有一份工作 太招搖 不要啊 是不是 在以前的香港 你有一份工作 那份就叫做陰工 在以前香港 一個人起碼需要四份工作 為甚麼 因為你有多少需要 你就要多少份工作 一般人需要 醫食住行 四份工作 你只有三份工作 醫食住 沒得行的了 沒得搭交通工具 真是走吧 你只有兩份工作 醫食住 沒得住 躺街 你只有一份工作 一是穿衣 一是吃飯 一是穿了你的碗飯 一是吃了你的衣服 以前香港人很多份工作 所以那時香港是全世界 最大口氣的城市 我是說甚麼一種口氣 香港不是工業城市 為甚麼空氣這麼濃縮 因為你一早早 和人早晨 沒有一次能夠完完整整 說完的 早 你開會 今天 各位 我們開會 希望今年的目標 可以回答 吃晚 你下午喝茶 部長 你給你一條 嘔嘔嘔嘔嘔嘔嘔 嘔嘔嘔嘔嘔 那時 你要刺殺 你甚麼需要燒炭 一個位 你一早一晚去 你乘搭一下地鐵便行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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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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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那些人說我們香港是文化沙漠 我們不喜歡文化節目 我們不是不喜歡文化節目 我們很睏 我們不是不喜歡聽鋼琴 是我們不能夠看著一件事 不動多過三分鐘 你叫李雲特一步彈一步 到處跑一下 我很好聽 我們不喜歡看槍戰片 是槍戰片最後爆一爆 我瘋醒山牆 是嗎? 好了 那時候最嚴重的是甚麼 現在一天到黑打下霧 你終於打下霧 打到回家在床上你可以睡 而你睡不著 你不明白為何打了一整天 下霧你會睡不著 很想睡,沒得睡 有得睡,睡不著 這就是東方蜘蛛的精神 我們的精神就是沒有精神 為何我們叫東方蜘蛛 一顆豬在甚麼裡面 在一隻龐裡面 一隻龐一天到他 煩詠 煩詠 香港煩詠 我們這麼久都沒有教好睡 但我們不肯承認 我們每個英雄好漢 周圍和人說 神經病 香港人來了嗎? 為何要睡那麼久? 我每天睡兩個小時就夠了 那時候我經常周圍和人說 我每天摩兩滴就夠了 香港繁榮有食慧 全靠我每人摩兩滴 那時候那些人說 香港經濟起飛 一飛沖天,飛了上天 香港經濟起飛的問題 我還在地上 我正在儲錢買機票 你不要飛走 不要留下我 那時候為何我們 現在這麼多人做了負資產 萬多元呎樓都去買 不是啊,因為那人說是 上車最後機會 我們不知車去哪裏 但最緊要不要留下我 以前的香港 一天到刻我們就要說 不要留下我 今時今日的香港就 很酷 很酷 我不等你了 我行先步了 我覺得這個世界 基本上 從來都不容易的 我們從來不容易 只不過有時候你覺得 有時候你不覺得 所以 娛樂是很重要 娛樂就能夠分散我們的精神 令我們在痛苦裡分散了 不覺得 所以 在上個世紀90年代 香港出現了 一代的生意奇才 黎智英 黎智英真正發現了 原來我們是香港人 最喜歡的娛樂 就是看人怎樣 混蛋 我覺得很神奇 真是 我們看人開心 不知為何很難投入 看人開心很難投入 你有誰試過 別人老婆生孩子 你擺酒 有沒有 真的 阿強生孩子 你看看他的兒子 多像我 你不會的 看人混蛋 你很投入 是吧 晚上都不睡 明天一早起床 都不溫暖 嘻嘻 他在喊 喊喊喊喊 兒子不是他 兒子不是他 打了打了打了 你問心最好看的 動物紀錄片是甚麼 獅子打老虎 兩隻都是白獸之王 我看你哪隻 扑街 有個好看的 沒有 有 鱷魚鬥沙魚 五分鐘打淡水 五分鐘淡水 五分鐘淡水 最好看的新聞片是甚麼 911 是不是 你看了多少次 看也不厭 一邊看一邊 哎呀 扑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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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到大 日日新聞有報道 有耳巴戰爭 我就不明白為甚麼 日日都有的 還算是新聞 後來我就想明了 耳巴戰爭 不是新聞報告 是天氣報告 那天打仗 就是那天天情 天情是 做甚麼 會去旅行 去看打仗 喂 現在的人踢球 我經常覺得 踢來踢去 他只有兩樣東西好看 一件事就是炸死 甚麼插水 明明碰不到 哪一條泥蠟 都搞 那個球踢到腳踢 沒有噴頭 要不就是… 通促 買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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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是這兩樣東西最好看 喂 踢球都這樣 你想想打仗 鬼馬多少 貓沒有炸死 炸死 炸死 對吧 是嗎 炸死你的平民嗎 是有死 瓜哥 對 氣死 他該唱 我史後便知道 這個打仗 是非常好看 非常麻煩 旅遊運關鍵 尾巴印巴兩耳中東昭靜 但是各位正等於英文歌是不及中文歌的親切 慢慢我們會覺得尾巴這混蛋撲得太遠了 沒力氣 你不如說有什麼PK347行星大爆炸 五十億光年以外有個星球全球產 什麼事 現在的人很留意打仗 美國打耳拉克 大家很留意現在看得黑 現在真糟糕 不是人流感就看打仗 真是很光明這個世界 你很關心現在看打仗 我告訴你打了兩年 你就會覺得很悶 除非新聞報道員改善一下 加幾張冷笑 今天不理會又發射了幾支飛毛腿導彈過去了 他們是想射喉塞欣 但誰知道又射到自己人了 但我告訴大家 慢慢大家又會覺得冷漠 你混蛋撲得太遠是沒用 我們香港的傳媒就知道 看著你身邊的人 一些你認識的人 怎樣混蛋 這些才是大生意 今天傳媒的主題曲是什麼 你混蛋 你混蛋 我何包就唱 混蛋 你這個瘀膠身 我何包就唱 大家知道在這個主題曲之下 甚麼人最適合做傳媒呢 今時今日 就是那些想行古惑 但又不想犯法的人 因為現在無論做古惑仔 或者做傳媒 都是靠別人混蛋賺食的 我這樣說 很危險 我得罪很多人 我知道 我得罪很多古惑仔 因為基本上古惑仔 是不想你混蛋 但他只是想要你的錢而已 他不是很關心你混蛋 你混蛋不混蛋 但傳媒不同 他不要你的錢 很廉潔的 你給我 我給你錢你不能 不行的 那不適合手足 我不要你的錢 我只要你混蛋 如果你肯混蛋 我給你一點錢 你洗的還不行 是吧 但各位 我完全不討厭傳媒 或者什麼狗仔隊 這些東西 我認為 因為很多年前 耶穌基督說過一句說話 類似這樣的說話 就是 你們在座有 誰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混蛋 就拿起石頭 扔這個混蛋 但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傳媒的最高指令 就剛剛相反 傳媒就是跟員工說 你們今天誰不想混蛋 你就幫我找個混蛋出來 給我訂關他 是吧 各位 所以現在我們中景輝的 尋找他鄉的故事之後 我們就有這套 尋找混蛋的故事了 各位 我們又來到尋找混蛋的故事了 今集我們一齊來看看 黃子環這個混蛋 我們見到他 大無知陽 大搖大擺 走出間屋 太到囂張的 上了他混蛋的戰車 他沿途不停回頭搬望 肯定心中有鬼 他切線的時候 又打光燈 故作鎮定 紅燈面前 他竟然停下車 竟然這個字很好用的 你想罵人 不用罵人的壞事 加上竟然 好東西都變成壞事 他竟然探她媽媽 他竟然好有禮物 學會 一定要用波子去嚇人 用竟然 大家知不知道 今時今日我們一早打開一份報紙 打開一份雜誌 你就是在看尋找混蛋的故事 如果你每天一睡醒 你就是要尋找一個混蛋 我告訴你這個社會 沒有人不是混蛋 你只可以是未混蛋 但是你一定會混蛋給我看 我們發明了一種新飲品 混蛋多 你今天摔了沒有 怎樣可以令到全個社會 都變成混蛋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全個社會 每一個人都變成垃圾蟲 你把清潔的標準定到很高 那就可以了 甚麼不算 頭皮600 甚麼 甚麼叫做手皮腳皮 天氣乾燥 600 你的眼睛做甚麼 你當街坑眼屎 刑事 各位 你怎樣可以令到這個社會 每一個人成為混蛋 就是當你把這個社會的道德 放到很高 今時今日我們香港的道德標準 就是歷史新高 所以謝霆鋒是天路人怨的 謝霆鋒出事那一陣子 我問自己 如果是我犯了法 我犯了法 我身邊有人跟我說 行了 子華 我幫你頂了他 你這麼有義氣 你叫關雲牆嗎 然後還有一個警察走出來 行了 現在他頂了你 你這樣 你這樣 阿Sir可不可以給你錢 是呀 行了 定了是呀 至少我坐牢吧 好嗎 我在想 如果是這樣 我是否有權相信 我做那件事 不是那麼嚴重呢 妨礙司法公正 天路人怨 謝霆鋒究竟需要甚麼 各位 謝霆鋒究這麼壞嗎 他壞的是 法治意識薄藥 再做這麼多位 法治意識薄藥 覺得自己 你有沒有試過去大商場吃飯 OK 吃吃飯 你是急尿 然後你走去廁所 拉你 已經脫了 你再摸摸摸在尿兜裡 咦 忽然間看到尿兜上面有個牌 寫著 金麒麟魚刺海鮮酒家專用 而你去那間是 青界懶快餐店 你會不會 唉呀 對不起 金麒麟 你會不會 女士們你會不會 大家都不會 發自意識薄藥 有沒有這麼嚴重 這個兜兜用一下 是不是 你有沒有問過人借 沒有問過人 就用人的東西 是不是即是偷 不是自己的兜 就用人的兜 天怒人怨 大家不要搞錯 我不是無條件支持謝霆鋒 我認為一個人犯法 應該是受罰 謝霆鋒罰了14天 判了什麼服務令 夠不夠 當然不夠 這服務令 這什麼14天 是因為房外司法公正 然後 拋起王妃怎麼算 怎麼算 林大拍子怎麼算 整個二十歲人 還這麼花瓶 二十歲人 炒了一部法拉利 只是這樣就 判終身監禁 還有不公平 警察就判半年 他就判十幾天 不公平 要公平 就要重判謝霆鋒 但是從來沒有人提出 可以輕判個警察 為什麼呢 什麼輕判個警察 各位你明不明白 我們今時今日的香港 是處於什麼狀態 我們是買一支魚蛋都這樣 喂 幹什麼 大家買串魚蛋這麼多錢 他串魚蛋多我兩粒 我不要你給我兩粒 我要你拿走他的兩粒 大家少兩粒 那就公平了 喂 為什麼他有甜醬 我沒有 我不要你給我甜醬 我要你舔走他的甜醬 大家都不甜 那就公平了 為什麼他又沒有甜醬 又沒有了兩粒 他還吃得那麼開心 不公平 那怎麼才公平 大家都不開心 大家都不開心 大家都吃得很糟糕 那就公平了 各位 在我爺的年代 大家生活艱難 於是大家在獅子山下同舟共濟 現在我們生活艱難 現在我們生活艱難 於是我們就在獅子山下同舟共濟 我們這幫仆街 抓緊彼此心中矛盾 我們仆街理想一起去追 仆街仔細相隨 無畏感無懼 真是 人生 蒼滿仆街 男女 尊情這麼壞 我們大家 在獅子山下 好愉快 我越仆街 我越悔鞋 好愉快 我們怎麼能不懷念羅文 我覺得 問題是我們懷念羅文 是不是就是那個羅文 是不是就是那個 在羅文離開的時候 我們說羅文的獅子山下 是前程感受的 OK 他在幾許風雨之中 仍然將好歌獻給你 他代表著香港人 最不不不鬧 最奮發向上的精神 羅文不但 是香港的一代歌成 還成為了香港的聖人 是啊 今時在香港 你不是混蛋 你就是聖人 你不死你不能做聖人 你未死你就是混蛋 我在想如果羅文是聖人 他肯定是對動物 最有特殊感情的聖人 因為羅文是唯一一個用 身軀嬌潮 來形容貓的人 火絲貓 身軀嬌潮 如果你有隻蟲鼠狗 我跟你說 他都幾個玲瓏浮凸 你可不可以 給我拿回家玩兩天 不是 你給我玩 我喜歡他有前有後 今時今日我們說 LMF的Rap都很出位 喂 那種震撼 怎麼及得上 我們第一次聽 光加熱就等於火 火加光就等於我 完全改變了我對物理的常識 我真的想問 阿Sir 光加熱是否等於火 阿Sir 火加光是否等於我 阿Sir 我語歌再加上你 你再也沒發到 嘿 嘿 當時做甚麼都做了K 真的 阿沈的橙怎麼賣 嘿 我們一起去唱K 嘿 喂 如果我們要講羅文 我們怎可以不提及羅文 是真的香港唯一一個 在開埠以來唯一一個天王巨星 真的會打大尺辣露出一個 拍照給你看 有多少人看過 拍拍手 也有很多人沒看過 真的很震撼 是這樣的 完全沒有穿衣服 很圓潤的臀部 當時全香港的反應就是 哇 羅文 好歌獻給你就說 好歌獻給你 欸 你這次盧臀臀臀 下一次你會不會轉身的 原來羅文 你心目中真正的音樂歌就是 難得一身好體態 不認公開 曬鬼曬 當時我小時候 我當時差不多小時候 我都懂得想 羅文你有沒有搞錯 你天王巨星來 你做甚麼鬼 你知不知道 他會搞到你沒得搞的 大家 那你猜羅文會不會考慮到當中的風險 他當然是考慮過有甚麼後果 但羅文就是基於兩樣東西的信念 他堅持這樣做 第一 他相信他的屁股真是好東西 第二 他相信香港人 他相信香港人不會因為他露出了屁股 就抹殺他所有的成就 搞到他沒得搞 他相信香港人是有空間 有包容的 他相信我們真的能夠某程度 拋開彼此心中矛盾 他才拋開其底褲的 羅文過後這麼多年 各位 香港都沒有出過第二個這樣的人 是我們再沒有這麼漂亮的屁股 還是我們已經沒有了那種空間 那種包容 你想像一下 今時今日有人這樣做會怎樣 這些就是老鼓那博反彈 這些就是死靜asshole 準備一步 我再強調各位 羅文能夠這樣做 一來由於他本人有非常大的勇氣 二來也是因為我們香港人 給了這樣的空間給他 我覺得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還想在一個長和的空間 生活的說話 大家以後就要主動一點 以後你看到你喜歡的藝人 你主動跟他說 除褲吧 除褲 除褲 無人是為了 真的 不算是為了 是為了 原住 各位 你只是叫三車來聽聽 各位,我不會怪你們 但是OK,因為你剛剛還是那種狀態 死靜一波 忽然之間你改不了 但是… 我答應你們 如果這幾年你回家練習 有空對著鏡頭,不要… 脫褲,不是這樣 脫褲好嗎 你空間人而已 不如考慮一下,是不是有好似脫褲 OK,你練幾年 那下一次我再出來做show 在幾年之後 你叫得好聽,我都會唱 難得一身好體態 皮帶一蚊好輕快 空間闊,下盤更闊 心中宇宙無限闊 我會唱歌 謝謝 謝謝Samson 謝謝很多幫我的朋友 臨組廢,美,很多幕後幫我的朋友 謝謝商台 我當然最重要是多謝各位的朋友 你看看你們 你們所謂接近普通動火 整場是窒息著 這樣來看這個show 各位 我們現在真的有明白 我們是共患懶過的 我們真的出生入死過了 經過這一場 所以下次你記得再來看我嗎 我們是兄弟 我們是兄弟 好,謝謝 我還加了一場 好看的叫朋友來看 4月3號 不好看的告訴朋友 是個委員都好,OK